嗨小可爱们 我是你们到 哇妹小汤 今年哇妹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栏目 2021年 哇你妹恋爱综艺大赏 给大家颁发近两年恋宗里震撼全家的名场面 前排提醒 本次奖项仅针对节目内行为 无意上升嘉宾本人 提名十分主观 不具备任何参考性 也请大家不要去指责素人 最奇葩嘉宾奖 我们恋爱吧第二季 抠脚男 恋宗有史以来看上去最像野人的嘉宾 不刮胡子是他的常态 无视镜头是他的姿态 自由的在镜头前抠脚 和女生一起坐车 他张着嘴呼呼大睡 用嘴咬开吸管给女生喝 碰然心动20岁恐龙 女生和他讲话 他品味空气 现在这样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 这种环境下来比较正式 吃完饭不等女生直接起身走人 走吧 我们切会儿 当场拆台喜欢自己的女生 让女生尴尬 我们毕竟是AKA龙门组合好了 我强调了一个点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 对啊 没有必要这么大声强调的 不过后面和大家出成朋友之后就正常了 节目内恋爱失败 节目外拱了颗白菜 就是我们的女儿小通 第三位 机智的恋爱 霸总男 和其他女嘉宾约会途中 东张西望寻找喜欢的女生 当着约会女生的面 给喜欢的女生送吃的 为了喜欢的女生 和其他女嘉宾当众撕破脸 最后 这档节目一片狼藉 霸总男最终告白四叉女 嘉宾纷纷下场豆瓣四叉 以上获奖的是 我们恋爱吧第二季 从他朴实的微笑 以及奔放的行为中 可以感受到他天生自由的灵魂 保留了最原始 最野性的纯真 最丰批嘉宾奖 提名的有 机智的恋爱 肌肉男 约会不成直接野蛮抢人 开车撞头影仪 为爱发疯 我们恋爱吧第二季 自我女 对于喜欢自己的男生 他重拳出击 当面对男生进行教导主任式训话 就是我本来是很开心 跟大家一起玩 我一看到你 我就会 看天眼我就觉得跟你不可能 这句话好狠 冷暴力男嘉宾 背地里和其他人说男生坏话 我知道他 对我有感觉 但是我又不喜欢他的情况下 比如说他加入我们的活动 我就是真的会很难 对自己喜欢的男生 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别人在甜蜜扎辫子 他非要凑过去强行插入 别人刚约完会回来 他就当面称男生是他的爱宠 你是我的爱宠 来来 爱宠 可爱心 怦然心动20岁 海王男 他带来了海王的传心体验 把自己塑造成上帝 我不是来端水的 我是来普渡众生的 我会以我的想法 我的方式控制每个人的距离 但可能在他们眼中 不一定会觉得是合适的距离 我觉得我那么损端评 但是给别人眼中 就是我会多关心他 因为他们都是个人事假 而我是宏观者 就是会 当女生对他上头 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先对兄弟吐槽女生 蛮累的 好感归好感 合适归合适 后面又对女生假生情 相处非常开心 没有精力去管别人 没有精力去管别人 以精致的计算能力 和严谨的理论PUA女生 是一个让我 就是没有预防去找 一些别的女生 但是可能就是在有些地方 可能会稍微欠一点点 让我会有一种 手足不错的感觉 那那个伴随来就可能情人方面有些压力 然后我跟你找个时间谈一下 其实这个落差 这个分到底落差在哪个地方 说不出做朋友 是他最后的倔强 只对你有好感 是他最后的温柔 大师 大师 女儿们的恋爱 张雨琪 李秉喜 他们全体劳动人民的公敌 俩人想当天去兰州游玩 节目组表示 技术调解不过来 可以明天去 俩人答应了 在开车去原地点的路上 又是显晒 又是不满 你们这么死死跟着我们 我们俩一点都玩不开心 上车后开始取麦 和对方识眼色 瞒着节目组屏蔽信号 拆掉电池 自驾去兰州 我们第十个要 第十个要 这堂堂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的作风 期间 节目组一直给他们打电话 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一人擅自离开 节目组的准备全被打乱 而他们把工作人员的辛苦 抛之脑后 观察是后期出身的邵刚老师 直接沉默不语 逃跑计划让观众恼火 射出卑微让观众心痛 该奖项难分伯仲 变为开放奖项 接下来颁发一个特别奖项 年度最佳情侣 女儿们的恋爱 李莎名字 隔壁老凡 在一众素人对手中 他们靠实力重新定义 民心情侣 将你是疯儿 我是傻 疯疯癫癫 到天涯 贯彻到底 樊凯杰 一个极度自由 热衷扫性的疯批 和女友一起旅行 女友半个箱子 都是她的物品 大到睡衣脱鞋 小到洗脸巾 女友对新鲜事物上头 她不做陪 唱反调 天好蓝 天好蓝吗 天好热 热 我想把衣服脱了 可以吗 我想玩这个 你玩这个 还是吃饭去吧 你看会儿 我太热了 我想去理发店 把头发剃了 我太热了 别人连饭都出开去了 我特意选这家店 就是因为门口 有音乐员 你不喜欢那个组吗 不喜欢 而她们能如此相爱 必须有人是恋爱闹 一个真真爱你的人 是会把手机带进浴室的 洗澡的时候 湿着手也要回女生 湿着 里沙名字 缺乏安全感 又必须仪式感 总是把对方的好 对自己的爱挂在嘴边 虽然我看不出来 爱对方 爱到连收到的花的包装纸 都要细心收好 一周年纪念 蛋糕 许愿 合影 全都到位 甚至网传男友嫖娼 隔壁老凡的前嫂子 把信息发给她 据说里沙表示 不介意 她们的爱情 坚珍不渝 观众的建议 不值一提 只能把尊重祝福 打在公屏上 最窒息修罗场 提名的有 机智的恋爱 双世宠妃 三人拍摄情侣写真 重新定义情侣 喜欢你我也是 第二季 鬼屋约会 你看他们俩都放进去了 我的天 那我冲下这个 反应 心动的信号第四集 谁吃了我的巧克力 比节目本身更火的 是男嘉宾被网爆 十几万条的评论区 比恋爱更上头的 是三人行李 我该选谁的凶罗场 她 小马 和乖乖女一起逛超市 买了爱的巧克力 事后却单独把巧克力 共享给学生女 这不是我的巧克力吗 你都不吃 你好意思 我不知道他在哪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 我不能在 所以你就一直不知道 也没问 肯定要把它放冰箱 就在冰箱里 我们恋爱吧 第三季 你也去超市啊 别的节目是修罗场 这档节目是叠战剧 将敢爱敢恨摆在台面上 又各怀心思 发带女和混血男 两人前期发展稳定 长发女来了后 混血男转移公式 约她同去超市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我买吃的吗 可以去吗 现在 呃 他跟我去 那我也去去 那我也去去 在附近吗 呃 我不知道 在附近吗 两人不拒绝发带女 但无视她开始交流 那你去穿外套吗 还是 我不穿了 我就这样子 那我也带着 你也去吗 哦 这话 呃 今天非常尴尬了 你也去啊 哇 你也去啊 你们不想我去吗 我可以了在家里 那我不去了吧 那我不去了吧 那对最让你窒息呢 请在弹幕打出她的排名序号 以上获奖的是 喜欢你我也是第二集 鬼屋约会 比被鬼吓到更恐怖的是 看到爱着的那个她 第一反应竟然是爆住情敌 在二悬一游戏 男生也是毫不犹豫的 选择了情敌 最佳观察嘉宾奖 提名的有肖敬腾 看到肖敬腾 就反复看到柯西批的我自己 永远年轻 永远上当 永远热泪盈眶 明明是飞行嘉宾 却因为太真情实感 飞成了固定嘉宾 面对海王 他重拳出击 不可以 不可以 他会做奇怪的事情 素人选手勇于做自己 他泪洒观察室 玉神降雨KPI也完成了那 桑妮杨云晴 从第一期开始 就成为了某个素人的 微粉头子 在观察室疯狂打抠 甚至捂到了正主面前 跟我在一起吗 跟我在一起吗 节目结束后 更是直接邀请素人 做自己的MV男主角 简直是当代女友粉们的 学习目标 马柏谦 对比玉神的默默感性 马老师咆哮式科CP 为我们充分展现了 人类五官的能动性 我真的要死我过去啊 就结了吧 节目结束后 被问到有没有关注 方程式CP后续的她 是这样的 挺像我 张翰跟前三位提名嘉宾不同的是 张翰老师全程以一个 非常冷静自吃的态度 向我们展现了她 毕生所学的装实三技能 我觉得她初恋跟我的话 就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哦 那要是你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吗 你跟我谈一次试试 你就知道 没有没有 以上获奖的是 蕭敬腾 蕭敬腾老师 不仅在观察室 全程代入室参加综艺 更是扬言西海季节目 他要直接去当练宗男一 特班此奖以资鼓励 让我们共同期待 蕭敬腾老师 接下来的表现 好了奖项全部 颁发完毕 2021恋宗大上 就到这里结束啦 别忘了长按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哦 对各奖项的获奖人有任何意义 可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美 娃美在这里等你哦